刘亦菲1987年8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刘亦菲的父亲安绍康是武汉大学法文系的副主论 母亲刘晓丽则是毕业于武汉歌剧论的一名舞蹈演员 刘亦菲出生之后父母给她起名安奉 刘亦菲的父母年轻时颜值都非常高 因此刘亦菲从小就遗传了父母优良的基因 小时候的她非常可爱 尤其是皮肤很白净 母亲也把她打扮得像一个养娃娃一样 长得可爱又漂亮的刘亦菲 几乎是人见人爱 母亲刘晓丽经常会把刘亦菲带着一起去上班 同事们看到刘亦菲就纷纷给刘晓丽 可以让刘亦菲去参加一些少儿节目 就这样 小时候的刘亦菲就被母亲报名参加了一些文艺演出 也许是遗传了母亲的舞蹈基因 刘亦菲在舞蹈上有着很高的天赋 1992年5岁的刘亦菲和妈妈在参加一次聚会的时候 遇到了改变胎医生的男人 这个人就是刘亦菲的干爹陈金飞 陈金飞原本在体制内工作 在流行下海创业之后 陈金飞就辞掉了自己的工资 下海赚到了第一桶金 陈金飞和刘晓丽是老相识了 但直到刘亦菲五岁的时候 她在第一次见到刘亦菲 见刘亦菲第一面滴时候 陈金飞就感觉特别的亲切 毕竟小时候的刘亦菲长得就像个洋娃娃一样 陈金飞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 看着刘亦菲还发出感叹 要是我有一个这样的女儿就好了 刘晓丽一看陈金飞很喜欢自己的女儿 也清楚陈金飞做生意赚到钱了 当场就让女儿认陈金飞做干爹 这个时候的刘亦菲根本不知道 母亲让自己认的这个干爹 会成为自己今后事业上的背后金主 当然 这件事对于那个年龄的刘亦菲来说 只是一个小插曲 在这之后她依旧过着之前的生活 除了上学 就是被母亲带着参加一些演出比赛 到了1995年的时候 八岁的刘亦菲 参加了中南商都第二届童花呗童装模特比赛 她在参赛的1800多名少年儿童中 以优异的表演水平和优越的形体条件夺得冠军 这个时候的刘亦菲过得非常幸福 但谁知道仅仅两年之后 她的家庭就发生了巨变 实际上在刘亦菲三四岁的时候 她的母亲和父亲就因为她的教育问题 出现了很大的矛盾 谁也说服不了谁 毕竟父亲安绍康是一位大学教授 母亲刘晓丽是一位舞蹈演员 两人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认知上都有很大的差距 父亲希望把刘亦菲培养成一位才女 长大之后继承自己的事业 母亲则是希望刘亦菲和自己一样从事文艺工作 就女儿的教育问题 安绍康和刘晓丽是两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架 父亲感情就在这样的争吵之中慢慢变淡 直到1997年刘亦菲十岁的时候 她父母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 对于临婚一事 安绍康和刘晓丽都没有任何意见 但在女儿的抚养权上 两人都是窜步不让 尤其是刘亦菲的爷爷奶奶 也是希望能够由他们和儿子一起抚养孙女 在女儿抚养权这个问题上 刘晓丽坚决不放弃 甚至两人不惜为此对付公堂 最终在法院的判决下 刘亦菲跟着母亲刘晓丽一起生活 在跟随母亲一起生活之后 刘亦菲也就告别了 陪伴了自己十年的名字安绷 跟随母亲一起姓刘 姥姥给她取名刘茜梅子 离婚之后可能是为了远离前夫 也可能是为了女儿的教育工作考虑 刘晓丽就带着十岁的刘亦菲来到美国定居 在美国刘晓丽认识了一位美籍华裔律师 两人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 刘亦菲也短暂的享受了一段时间来自经历的关爱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期间为了让女儿在美国的学习工作更便捷 刘晓丽就带着刘亦菲一起加入了美国国籍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之后 2000年 38岁的陈金飞资产 就已经高达226亿美元 在当年的福布斯排行榜上位列 大陆富豪榜第12位 也是这一年 陈金飞去到美国出差 她知道好友刘晓丽和甘女儿刘亦菲都在美国生活 于是就萌生了要去看看他们的想法 时隔八年再一次见到甘女儿 陈金飞觉得她比小时候出落的更加标志了 而且好友刘晓丽是风云油纯 陈金飞觉得自己应该和这娘俩多联系联系 谁知道就是这一联系就改变了刘亦菲以后的生活走向 从2000年再一次见到刘亦菲母女之后 陈金飞之后只要去美国都会去看望他们 和他们的感情也是越来越密切 有一次 刘亦菲在和陈金飞聊天的时候 突然指着墙上奥带力贺本的照片对陈金飞说 干爹 我想做一名演员 陈金飞一听只是淡淡一笑 毕竟每个小孩子都应该有一个明星梦 但后来她自己越想越觉得 这是一个好机会 2002年 刘晓丽和美籍华人律师老公的婚姻走到了近郎 对于两人这次离婚外界一直众说纷纭 有人说刘晓丽之所以离婚 是陈金飞从中作梗 让刘晓丽的老公对她产生了怀疑 也有人说是因为刘亦菲想要回国做演员 而她的继父不同意 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 可能也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离婚之后 刘晓丽带着女儿回到了国内 因为和陈金飞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刘晓丽带着刘亦菲 就直接投奔了陈金飞 这个时候的刘亦菲已经五岁了 如果在国内上学的话 她还只是一个中学生 但是当陈金飞知道干女儿想要做一个演员的时候 就开始为她谋划未来 她先是请人帮刘亦菲起了一个艺名 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刘亦菲 那个时候的刘亦菲还叫着姥姥起的刘倩梅子 有了一名之后 陈金飞又安排刘亦菲 以美籍华人的身份 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自主招生考试 刘亦菲从小就在舞蹈方面很有天赋 再加上刘亦菲的长相 又是如此的惊艳 因此刘亦菲很顺利的就通过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世 二世和三世 就这样2012年年仅15岁的刘亦菲 就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班学习 和朱亚文、罗靖、张一燕等人成为了同班同学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比刘亦菲大13岁的黄博曾说过 他和刘亦菲是同一届北电学子 据了解黄博是2002级北电表演系高职班的学生 作为一个商人 陈金飞一边运作刘亦菲进入北电学习 一边把自己在北京二环边上 开发的一处房地产命名为金飞公寓 还在楼顶悬挂拒服刘亦菲的美照 本来这只是陈金飞一个突然的想法 但谁知道效果竟然还挺好 悬挂刘亦菲美照的公寓大卖 陈金飞还顺势为刘亦菲接了一些广告和代言 2003年 制作人游建明在为自己新片金粉世家挑选演员的时候 就看到了刘亦菲的广告和代言 于是他便通过关系找到刘亦菲 邀请他出演电视剧金粉世家 金粉世家是刘亦菲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 他在其中饰演一个被男友 抛弃一心想要复仇的附加千金百秀珠 不过后来导演在看到刘亦菲之后 一再修改剧本 最终刘亦菲饰演的白秀珠 变成了一个敢爱敢恨 招人喜爱的角色 这部戏在播出之后 就引发了收视狂潮 哪怕时至今日 很多观众对于这部剧依旧印象爱深刻 只不过刘亦菲在这部剧中的存在感并不强 这是因为在这部剧中 刘亦菲只是一个配角 男女主角陈坤和董洁 则都是凭借这部剧人气大增 当然 刘亦菲收获也不小 因为在金本石家拍摄结束之后 制片人刘建宁觉得刘亦菲很有灵气 就将他推荐给了好友张继忠 此时张继忠正在筹备天龙发布 于是便让刘亦菲前来试尽 最后定下了由刘亦菲来出演大美人王宇元 用张继忠自己的话来说 王宇元不需要太多的表情 只要长得美就行 没想到刘亦菲完成的还不错 天龙发布让刘亦菲 开始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 张继忠一看刘亦菲饰演的王宇元 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就想要和他继续合作 只不过这个时候 刘亦菲已经进入了《仙剑奇侠传》剧组了 在这部剧中刘亦菲饰演女一号赵灵尔 这应该是很多90后对于童年的回忆 也是因为第一部《仙剑奇侠传》的爆裹 才会衍生出后面的几步 也让很多演员凭借这个IP火了起来 但刘亦菲的赵灵尔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 眼看着甘迪尔一步步成为了大明星 在2005年 陈金飞还专门成立了娱乐公司红星屋 和刘亦菲的妈妈一起成为了刘亦菲的经纪人 红星屋这个公司 其实就是为了捧刘亦菲成立的 因为整个公司就只有刘亦菲一个艺人 可以说全公司的人都在为刘亦菲服务 也就是在这个公司成立之后 刘亦菲进入神雕侠女剧组 出演这部剧的女一号小龙女 本来这部剧原本是定下由周迅来出演小龙女的 因为此前周迅和张继中合作 射雕英雄传中的黄龙也很出色 但就在开拍前两周周迅突然辞演 于是刘亦菲就顺利出演了小龙女 至于陈金飞和刘亦菲在其中做了什么交易 一直都让很多人猜测 拿到小龙女这个角色之后 陈金飞很高兴 而这一年恰好又是刘亦菲18岁的生日 因此陈金飞还专门在钓鱼台国宾馆 花费180万为刘亦菲举办生日庆典 那可是2005年的180万 在北京中心地带买一号房子也是绰绰有余 这场生日宴会张继中 黄晓明 朱石茂等娱乐圈大咖细数前往参加 那个时候的媒体报道 是曾经飞豪之千金 只为博美人一笑 出演了神雕侠语之后 刘亦菲的名气直线上升 于2009年 对南方时代周刊等媒体评委和杨幣 黄胜一 王乐丹三人齐名的四小花蛋 实际上 在评委四小花蛋的那几年 刘亦菲就一直没有什么出色的作品 曾经被一看这种情况 就带着甘女儿开始进军国际市场 经过一顿操作 刘亦菲成功签约好莱坞为莲莫里斯公司 而且还是和张子怡共用一个经纪人 进入好莱坞 每多久刘亦菲就和成龙 李连杰 李冰冰等人 一起出演的电影《公布之王》 刘亦菲在这部片中饰演王牧娘娘 此后的几年 刘亦菲尽管很努力 但她想要在居心云集的好莱坞站稳脚跟 显然是不容易的 打拼几年依旧还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小透明 没有办法 刘亦菲只能再度回国发展 但回国之后她相继拍摄的几部电影 《恋爱通告倩侣》《幽魂红文艳传奇》等等 不论是票房还是口碑均不理想 2015年 28岁的刘亦菲和韩国男星宋承宪 一起主演电影《第三种爱情》 这部电影没火 但刘亦菲却和宋承宪殷因细生情 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刘亦菲和宋承宪的绯闻传出之后不久 陈金飞和杨彩绝就传出了绯闻 后来关于陈金飞和刘亦菲的绯闻也慢慢变少了 刘亦菲和宋承宪的感情没能维持多久 但是陈金飞和杨彩绝的感情却一直很稳定 不再被陈金飞毒宠的刘亦菲 资源也慢慢变少 后来刘亦菲好不容易争取到出演迪士尼大制作电影《花木兰》的机会 但谁知道这部影片上一只口碑票房全面崩塌 刘亦菲甚至还被网友恶意攻击 不少网友纷纷评论 刘亦菲是初到极巅峰 如今35岁的她有给大家最深的印象 依旧还是小龙女王语言 当然还有和干爹陈金飞的绯闻 但人生总是有起有落 和同期的女性相比 刘亦菲至少还年轻 相信她会带着让大家满意的作品重回大众视野 看到这里绝对喜欢我们的频道 还请别忘了点赞订阅评论哟